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宣布战败而结束 日本被盟军占领,开始为自己的侵略行径付出代价 整个日本社会随着战争赔偿,大量在殖民地的居留民返回本土 让本就资源缺乏的日本学上加霜,粮食供应短缺,物价暴涨,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在1946年3月,东京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 一家工厂原本招聘2048名女工 结果前来报名应聘的妇女人数达到了5418名 超过了招聘人数的两倍还多 在现在我们看来可能没有什么 但在以前日本社会,妇女基本上是不外出工作的 她们原本的职责只是在家相夫教子,服务家庭 但战败后的现实状况,不得不让她们走向社会,去想方设法地谋生 但即便这样,日本整个社会能够解决的女性工作岗位依然十分有限 在1946年10月30日,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校长南原致辞时表示 毕业后,你们即将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背叛和邪恶 你们需要在社会的风浪中学会游泳 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尽管这会很难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我知道很多同学都即将面对重新学习技能和失业的残酷现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日本女性不得不走向社会,走进风俗业,走进夜祖会 根据当时日本警事厅的统计 在风俗业从业者中,40%以前是无业女性 19%以前从做过慰安妇 8%是义纪 另外,曾经的职员、店员以及公务员各占到了3% 1947年4月22日 日本一位名叫滕汤的主持人 用隐藏的麦克风采访了这些因生活所迫堕落风筝的女子 滕汤问 你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风筝女子很自然地答道 我们大部分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为了一口吃的而从事这行的 比如你,还能住在旅馆 能够有个地方遮风挡你 而我,连个七身之所都没有 我就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而且,我还需要养活我的弟弟 他还想,我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们家里,每天都在日复一日地吃白树 公家都不敢生病 因为,生病就意味着要花大笔的钱 而我们,根本就无力承担 但面对这样的情况 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回答 可以说是十分冷漠的 当谈话曝光以后 官方的回答是 如果是因为生活困难的原因 可以通过生活保障法来请求救助 但如果是因为基本的品行不良原因 就不可能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